選擇籌碼強勢股操盤手 非你莫屬 大家好 我是籌碼大使李卓欣 昨天美國股市 因為國慶日休市一天 不過今天台北股市可刺激了 早盤一開高 一度上漲了200多點 270幾點 270幾點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走勢 上面的圖 好 謝謝 一度開高漲270幾點了 10點半之後跌破平盤 270幾點不見了 還往下打最多跌了116點 高低點大概差了380幾點 快400點 然後這裡又拉起來 收盤漲了128點 有夠誇張 這裡為什麼還在殺呢 因為10點半過後還在洗融資 券商還在做融資斷頭清倉的動作 所以在11點多我發訊給會員 不管手上什麼股票 強股 弱股都好 不要再往下殺 不要殺了 你再殺真的會殺到低點了 今天大盤收了一個十字線 滿有趣的 昨天十字線 今天也是十字線 昨天的十字線上影線很長 下影線好短對不對 幾乎收在相對低 今天的十字線上影線比較短 下影線很長 下影線大概有250點左右 240幾點 上影線也有100多點 所以這個盤 我個人的看法 今天的破底 今天應該是最後的洗融資了 應該是最後的洗融資了 沒有賣了 今天10點半到11點半 很多人也受不了賣掉 前幾天沒有出場 今天大概也動不掉 本來早盤漲200多點 看起來大盤要反彈要止跌 一直扎低 一路走低 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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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漲200多變成跌100點 跌100多 真的 盤中很多人決定不玩了 不然走 低點就出現了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今天尾盤非常非常多的股票 不管是強股 創新高 或者是弱股 跌升反彈 今天很多股票在拉尾盤 雖然權值股還在跌 不過很多股票已經不跌了 你看昨天吧 昨天一個十字線 因為我印圖的時候 還沒收盤 這個十字線跟剛才各位看到的 不太一樣 今天我印圖的時候還是黑K棒 我印圖今天 今天最低殺到14100 有沒有 昨天最低14167 所以今天又把昨天低點跌破了 早安本來漲200多點 盤中又跌破 有沒有絕望 我覺得今天好絕望 今天盤中 10點半到11點那一波 尤其11點那一波 殺破昨天低點那一波 真的大家決定不玩了 可是這一波 融資維持率我記得在 提到上禮拜五的時候 融資維持率來到135 附近 135.6 昨天大概136點幾 昨天稍微高一點 昨天融資也減了30億 好重點來了 因為我昨天看到媒體的報導 他舉例大概最近這20年 我昨天在大事業化特別說了一段 我今天就在節目裡面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昨天大事業化的意思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也就是說我看到媒體統計了 過去這20年 融資維持率在130以下 大概只有一%多的時間 在130以下零點幾% 135以下也才1%多 135加100 就是135以下的時間 占所有4000多個交易日 大概20年 4000多個交易日裡面 大概不到2% 所以這些好 那130以下 因為20年嘛 所以沒有統計到什麼 沒有統計到2000年的 2000年的千禧年的網路泡沫 也沒有統計到 1998的東南亞金融風暴 這兩波 國際股市和台北股市 都出現大幅度的回答 當然有統計到 2008年的金融海嘯 因為它在20年之內 這個數據裡面 其實很多我看到 很多維持率在130不到120幾 現在的維持率還會來120幾嗎 我認為機會其實是相當相當的低 為什麼 來 各位 可能大家都忘記了 來 這我昨天大事業化的圖 其實在104年的6月1號 各國的漲跌幅由7%放寬到10% 所以在一個月前 104年的5月4號開始 最低的整戶擔保維持率 本來追腳是120% 提高到130% 所以以前是120%才追腳 現在從104年的5月4號開始 改成提高到130% 因為為因應什麼 因應這個 漲跌幅放寬 所以提早一個月讓投資人適應 在5月初 104年的5月初 然後6月1號實施漲跌幅放寬到10% 當時剛好逢入股的重挫 台北股是從1萬點跌到7000點 4個月 4個月不到 8月24號跌到7203 那是放寬漲跌幅之後 第一次融資維持率來到130以下 就那一天 就8月24號那天 最低來到7203收腳 就那天 那天融資減了130億 從104年的5月份 那一次是第一次 維持率跌到130以下 第二次呢 第二次就這裡了 第二次就這裡了 就是兩年前各位印象應該很深 兩年前疫情剛發生之初 3月份 3月18號到3月23號 大概這四個交易日 維持率在130以下 這四個交易日之後就沒有了 這裡還在130以上 這裡也在130以上 就這四天 就這四天 所以從104年 調高漲跌幅 從7%到10%之後 來到130以下 只有兩次 就那兩次 那135最近不是來到135嗎 算是第三次 會不會來130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回到130以下 機會很低 所以2008或之前的空投走勢 為什麼常常會有120幾 因為當時120幾還不用追腳 現在是130就要追腳 所以那個時候 在疊死的時候 120幾會很多次 因為120追腳 所以如果是來到120以下 那就是恐慌了極致的 這樣懂意思了沒有 因為當時的最低的擔保維持率是120 所以要殺到120以下 才是最恐慌 那現在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所以現在是這大概7年多 7年多以來 第三次進到130幾的維持率 所以我說 昨天大事業話說了 財富重分配的機會 漲點幅調高到10%之後 維持率降到130 出現後兩次 就是剛剛講的意思 如果再往130靠近 那肯定是 財富重分配的最佳時機 只是他會不會來 昨天我說的 不是我能決定的 但是我知道是 這是這7年多來 第三次的低檔 前兩次都出現 V型反轉的大反彈 那這次你還要錯過嗎 你已經避開了 4500點的跌幅 今天最低是14000對不對 年初的高點是多少 18619 跌了4500點 那現在買在14000多點 你省了4000多點 是不是 很多股票真的跌到 不是跌到地板 跌到地煞市去 所以說大盤在低檔的時候 不是有兩個邏輯嗎 一種是找跌生反彈的 低檔背離的 一種是創新高的 大盤跌了4000點 還有股票會創新高 那就是強勢股 所以選股的邏輯 現在就是兩種 最好選的時機就是現在 所以最恐慌的時候 就是這幾天 就這幾天 那是不是未來明天 會變一個長紅拉上去 看量嘛 如果帶量長紅拉上去 大盤其實為了再回來一隻腳 這個14000應該都不太容易再來了 這是我的看法 因為該洗的 該沒信心的 從今天的10點半到11點半 那段時間大概都賣掉了 真的沒信心的 看到快煩死了 本來大漲竟然還打到盤下 竟然還破除人低點 這個盤怎麼有救 賣 那今天成交量也釋出了 當然也不是特別大量 有2500多億 那我希望這個地方 各位你要冷靜的思考 這個地方到底是不是可以進場 我個人看法 每次當市場的恐慌 每次當融資維持率 來到最低檔的時候 它幾乎都是 就是大盤 為什麼融資維持率會來到低檔 融資戶沒辦法 股價一直跌 維持率一隻降 最後融資不砍掉 都是這樣 每一次低檔都一樣 從來沒有變過 所以這次又來了 今天其實是一個機會 剛才我把昨天晚上的大事業化 跟各位解釋得很清楚 所以來 我幫各位打造了一個 專業操盤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邊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邊是LINE AT的QR Code 趕快成為我們的好朋友 來 那怎麼樣看到大事業化 很簡單 你就加入籌碼大事的LINE AT 然後點擊你手機右上角的記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PO的K線圖 我的大事業化 我們的籌碼表格 還有我們的節目 當最近一直在 節目裡面跟各位說 我們有P了一個新的YouTube的 YouTube新單元 那這新單元是所謂的籌碼誰最大 因為本來這個單元 是我接種這個單元 每個禮拜一三五 是要跟我們的軟體會員做類似教學這樣 教他們怎麼找到 利用我們的系統如何找到股票 其實我們系統最大的優勢是什麼 就是打分數對不對 多空線是技術面的總評分 多空差是技術面進步的分數 我大概每天都重複的講 在籌碼誰最大也是 每一次都有跟大家分享 因為對股票而言 要打分數可不容易 就讓你考試 考試考90分80分100分 就是老師給你的評價 那如何對股票的技術面 籌碼面還有量價來做評分 我這個學問可大了 這是我30年的操盤經驗 我把這個經驗貫注給他 給我們的軟體 給致富贏家操盤系統 所以這個系統就像我一樣 就是你看到這個系統出現訊號 就是我的觀念 所以最近在籌碼誰最大 大家反應非常的熱烈 因為每天 每個禮拜一三五不是每天 大家都好希望每天 每天我真的很忙 因為禮拜二禮拜四 我還要發其他地方的文章 每個禮拜一三五 跟大家分享盤面上什麼 來 每個禮拜一三五 分享盤面上最強是熱門族群 一三五晚上六點對不對 五分鐘 因為這個籌碼誰最大的單元 也只有五分鐘了 找到大戶清代的籌碼翔士股 你看在籌碼誰最大裡面 這一波從五月份開始 當時我們的耿鼎一無二世 對不對 耿鼎提威西東陽這些什麼 車用零組件概念股 是不是領先大盤持續的創新高 還記得吧 再來就是接下來五月底到六月份的 生技族群 生技族群一路漲 雖然昨天大盤很爛 大盤創了新低對不對 那我們生技股走了沒有 沒有平常現行不是不走嗎 這就是觀念 我沒有辦法賣到最高點 今天好幾檔生技股大漲 各位你記得好幾檔大漲 你看保瑞 也是在29號漲停創新高 30號在創新高 來 來拉回了 昨天平常信號出來還是沒有 今天保衛大漲 我好像漲得更兇了 我硬圖的時候還沒大漲 漲一半而已 百炎呢 百炎現在漲停板了 來 從這裡 這裡一路追蹤6月20號 在低檔爆大量有沒有 比這裡量還大 一路追蹤來 隔天爆更大量 爆大量黑K 爆大量黑K來 連續分出 百炎來 你想不想知道百炎怎麼找到的 來 這有趣了 來昨天 我昨天不是說嗎 他剛好來到支撐 這剛好來到支撐 沒有平常訊號 我硬圖的是這樣 結果今天百炎好像漲停了吧 3205 有沒有 所以昨天如果你賣了 那不是傻眼的嗎 各位 是不是 所以你一定要有方法 強的股票 對的股票 你要爆一個波段 是不是 昨天有百炎走了沒有 沒有走 對不對 藥花藥咧 來 這裡第一天分享 來 這是當時跟各位說 我們怎麼透過軟體 找到我們這張股票的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看今天吧 昨天還這樣 老師你看爆大量黑K 今天呢 前天 昨天在這裡 來 6446 有沒有看到 所以 有沒有學問 有沒有學問 所以升級股 老師昨天有些升級股很爛跌停 它跌停有的是弱勢股 有的是弱的 強的 強的昨天受到一些 升級股的跌停板有高端 這些的影響殺下來 可是今天呢 大盤稍微 稍微而已 稍微有一些反彈止跌 這些升級股又來了 對不對 又來了 來逸德 又來了 逸德沒有那麼強 可是他沒有平常訊號 昨天嘛 好慘 對不對 所以這是很有趣 老師你看每一類股 這些強制股你怎麼找到 打分數 不是用打分數的嗎 還記得昨天 昨天是禮拜一 對不對 昨天不是禮拜一嗎 是不是又有 籌碼誰最大的單元 昨天跟大家分享什麼 這昨天籌碼誰最大的單元 對於宇宙對不對 建達宏達電位數 今天位數不曉得有沒有漲停 好像這三隻都漲停 昨天分享的 昨天分享的 來建達 昨天嘛 對不對 今天漲停板 昨天宏達電 今天漲停板 有趣的是 昨天衛數沒有訊號沒有動 今天衛數變這樣 衛數也漲停板 來 老師這幾樣怎麼做到的 有沒有 昨天衛數漲這樣而已 今天是不是變這樣了 對不對 怎麼找到衛數的 這裡 元宇宙裡面 所有的元宇宙概念股 衛數的多空線最高 30分 雖然衛數昨天沒有大漲 昨天建達和宏達電 都大漲 衛數沒有大漲 衛數只是小紅有沒有 對不對 衛數小紅而已 就這樣子 對不對 漲沒有很多 漲4% 漲4%今天這樣 今天漲到8.4%了 對 今天三小型出來了 所以 真的很有趣 這個就是學問 那我剛剛提到的 其實 這裡是一個低檔區 肯定是 已經差了4千多點 當然 這個禮方是一個財富 重分配的機會 所以 你當然要把握機會 我也給各位機會來把握 我給各位一個什麼機會 所以來 這個禮拜六下午4點 線上演講會 你趕快報名 籌碼誰最大的小鬼當家演講會 老師小鬼當家是什麼 你有沒有聽過頭信仰小鬼 最近其實 這一波下跌以來 不要說最近 六月份大盤是從頭跌到底 從月初跌到 對 跌到六月底 現在這兩天還在跌 對不對 還在創低 那大盤呢 大盤幾乎是從年初跌到現在 那有沒有股票漲 有啊 這些 這些我們的生技股 這些車用零組件的股票 還有最近的元宇宙股票 不是都在漲嗎 那這些股票怎麼找到 所以我知道 這一波很多投資朋友受傷 也沒有信心 所以這次的說明會 我當然要想辦法 給各位最好的 也就是說來 我就把底部的股票 你就帶回去 無條件帶回去 我已經幫各位找好的股票 你無條件帶回去 然後我教各位 怎麼樣找到這些主群 這些股票 用什麼方法 來找到盤面上最熱門的 主群和個股 就是我每天 每個禮拜一三五 在籌碼誰最大 跟大家介紹的 那這些更細部的內容和方法 會在這一次的演講 會跟大家分享 所以這波我知道 各位都已經沒有信心了 老師 真的會談嗎 你說這個地方是低點 真的假的 來 我會把我的看法 這三十年的經驗 我在演講會跟各位說 所以來 有什麼禮物 把我準備好的什麼 股票帶回去 你就把股票帶回去 我希望能幫各位反敗為勝 所以趕快把握 這個禮拜六下午2點 線上演講會 趕快把握報名的機會 我們先進廣告 下一個段 歡迎再回到春馬大師 上一階段跟各位分享 其實重點 我剛剛不是說嗎 維持率在130以下 這七年多來就出現了兩次 這兩次都出現 非常強勁的V型反轉 最近這一次又來了 雖然沒有到130以下 在135附近 已經是這七年多來 融資維持率的第三低了 第三次 第三低了 每一次財富重分配的機會 都是這個時候 都長這樣子 都一樣 所以今天我為什麼那麼開心 因為我認為大盤低點到了 如果今天盤中 沒有那樣子的殺盤 我還不太肯定 因為還有人沒走 不捨得走來看看對不對 今天10點半 殺到11點半那一段 那真的太經典了 就要殺那一段 我一直跟助理說 早盤開高不要買股票 等什麼時候 等殺盤 等跌破平盤 等殺到平盤之下再說 所以我們今天在11點半 大家最爛的 最恐慌的時候 我買這檔股票 買在這裡 我買在這裡 11點半 買 滑星光 因為滑星光 反而大買 而且總是很強 對不對 這一天出現紅棒的隔天 半支沒來我買不到 有點可惜這裡 所以今天拉回來這裡買的 這裡買的 幾乎買在今天低點 我就出手在11點半附近 大家最恐慌的時候 大盤最低點的附近 這就是我的做法 我不一定會去追高 強勢股我等拉回 強勢股我等拉回去買 一五二次的工程 我們也買了盤下了不是嗎 強勢股不追 他隔天又再強 我只要等 等他拉回 等他拉回進場 所以剛才跟各位說的 我在籌碼誰最大的單頁裡面 介紹了好多個族群 對不對 車用領主件的族群 生技醫療族群 元宇宙的族群 還有什麼 工業電腦的族群對不對 像工業電腦就是多頭走勢的股票 就多頭走勢的股票 廣基金後來尾盤創新高了 說到最高點 利端也跌身反彈了 都沒有平常訊號 跌身的股票就是元宇宙的族群 所以選股票其實很簡單 那如果你想要我幫助 想要進場 想要跟我們一樣 在這個地方 財富重分配 要分配到自己身上來不是嗎 不要被別人分配走 其實很多人都已經被分配掉了 都退出市場離開市場 當然很多退出 很多人無奈退出的時候 失望退出的時候 不就是財富重分配的機會嗎 每一次都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把握這七年多來 終於又出現了好機會了 兩年多的低點你錯過了 七年前那個低點 6609低點你也錯過 7203 這次的低點你絕對不要再錯過了 不要再錯過 所以這個禮拜六 當大家最恐慌張的時候 我給各位信心 這個禮拜六 7月9號下午2點 籌碼誰最大的 小鬼當家的演講會 到底哪些小鬼可以當家 怎麼樣選擇好的股票 好的所謂的中條金股票 當然我在這次的演講會 會無私的跟各位分享 而且我知道各位沒信心 所以來 禮物帶回去 我把各股無條件 我找到的股票送給各位 帶給各位 來 所以把握機會 籌碼誰最大 小鬼當家 這個禮拜六的演講會 趕快報名 好朋友 拿起電話 立即撥打 刺激專線 成為自負雲家 我們明天見 噢索 噢 太大了 萬一